为了加强糖尿病患者的势力保健 卫生局特别在6月份推出了护眼行动 糖尿病有视网膜的筛检活动 从即日起到6月30号为止 卫生局指出 县内糖尿病患者共有2900多人 为了不让糖尿病引发视网膜病变 卫生局特别协调县内22家眼科医疗诊所 在6月份推出护眼行动 卫生局为了照顾我们宜兰县内所有的糖尿病个案 所以我们特别在6月份举办了一个护眼月的一个活动 那希望我们糖尿病个案的这些朋友们 能够把握这一个月的时间 能够到我们宜兰县内总共有5个县市 然后有22家的眼科诊所 去执行这个视网膜的一个眼底检查 保健科长江利利特别提醒糖尿病患者 从今天起到6月底为止 只要持医师所开立的视网膜检查转诊单 并且携带健保IC卡以及糖尿病护照 就可以享有免挂号费的视网膜筛检 要去做检查之前要提醒你要带三样东西 第一样东西就是你可以在你平常就诊的一个医疗诊所里面 去开这样子的一张转诊单 然后要记得携带你的一个糖尿病的护照 还有你的健保卡 那就可以到这22家的眼科诊所 享受免费挂号的一个服务 因为视网膜检查会出现暂时性视力模糊现象 因此科长特别建议糖尿病病友 最好是在家人陪同之下接受检查 以保障患者的安全 宜蘭新闻记者赖福星采访报导 在家人陪同之下